市医院林医院上午這季時 掛出到上官的渡標 從這裡在台南市跟其他五度房子 跟這個燉到家的稀金的茶杯 公居也是六多對比的 要說是不是我們現在的房價高 公居高 公居是房市公居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台灣公居在世界各地業前往 議員表示說 在台南市本家是偏關 跟上到15歲跟3號 以上的屯屋稅也無關 作成在台南市的這個房子的這個紀律最多 面對這種的情形 他認為說市匯應該優秀 周圍讓少年人買的去房子 那要避免到這個 有什麼作為我們覺得很厲害 但如果房價上漲後 沒有差七歲沒有增長 這是一種的事實 只是上漲的幅度是成為 剛剛你所說的 是全國之外 也是從10萬10點多 也有14點多 這部分後 我們還需要再找時間 這個作為精確的部分 在台南市的這個社會主題的建立進度 緊固到統計到2000空23年 台南市只有400多好 和你相信是差這麼多 林玉玲是標示說 市府相關單位應該檢討到相關土地 處理加速到的建立進度 那我們下面預計 2023年完工後 的社會主展目前是565 應該是剛剛講這個 房子稅的部分 稅的部分確實 不是市府 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 但是社會主展的這個 複數 這個人家主義是不可以掌控的 我在這邊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群眾市的檢討 切莫再把時間往後 也切莫再把負數往下 2023年完工 不管用市府 這真的太少了 另外英空目前 林玉玲是台南市第二座 加上很多家人家庭人進出 目前是沒有親主館的建立 林玉玲也進出的市府 可以賓國在市場地點 設立到親主館的可行性 南面西文章一想要記回菜鳳堡的